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实用绘画篇第128集 这几个常用的 比如说,请问贵姓 不是你的名字,贵姓 中国人跟外国人都有分 这是姓,不是名 当你说你名字是什么 我们一般的,What's your name?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但是贵姓 只问你的姓,没有问名字 要怎么讲 飞行头盔通常很贵 飞行员的,包括 战斗机,轰炸机 直升机 有的时候,像美国 一个飞行头盔 如果你跟他买的话 要连飞机一起买 光是头盔,一个头盔 可以算你台币100万 很贵 因为它有很多连线的东西 它脖子上有一个肿瘤 在战斗后 许多士兵变成战俘 被抓起来 他有点恍神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信跟名 飞行头盔不太会讲 肿瘤要怎么讲 战俘 是不是 可是 personer 是一般的罪犯 不是战俘 恍神 这些 请问贵姓 我们可以讲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hat is your family name? 因为 外国人 通了两个字 第一个是名字 第二个是姓 所以中国人是姓在前 名在后 中国人也是两个名字 或三个 中国大陆很多是单名 所以中国人是姓在前 那外国人是名字在前 姓在后 因为外国人有道理 他觉得我是叫你名字嘛 你姓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的名字嘛 外国人觉得 名字最重要 那这个名字呢 这姓是family name 家族的名字 家族的名字 family name 或者叫 su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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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name跟family name就是家族的名字 那所以 他的姓 姓就是family name 或者 surname 那名字呢 就given name 就取的 就给你的 因为你这个family name 跟 surname 你不能取啊 你爸爸就 你家族姓史密斯啊 你生生世世都史密斯啊 准备有特殊状况去改 就像中国人姓张就姓张 所以中文观念你要改 改姓啊 改名很丢人啊 所以中国前 就台湾前一阵子啊 就是为了什么 要吃鲑鱼啊 什么什么免费啊 就一堆啊 真的一些 一些年轻的啊 去改名 他就规定说 你名字上面要有鲑啊 要鲑鱼的话 免费请示 就很多都改名 你看他觉得说 我改一下名 又花不了多少钱 我可以免费吃啊 吃几百块 一千块啊 很划算 这就是没办法 就人的标准啊 人的道德 或者人的观念 下滑了 这没有办法 就像有些人 吃饭不给钱 我干嘛给钱 杀人杀人 有什么犯法 我打人打人 无罪 就是人的观念 到一定程度 秀下线 就没有办法 有人觉得我骗人怎么样 所以人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这边就说 姓跟名 姓是surname family name 名是given name 飞行员头盔很贵啊 飞行员的头盔 非常贵 盔本身倒还好 因为他有这个 用的夜视镜啊 要连线啊 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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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通话 连线 甚至还有计算的功能 计算的功能 很复杂 所以 飞行头盔 我们就可以用 pilot helmet 那各种帽子头盔呢 一般头盔就hamed 硬的 硬壳的 安全帽呢 septing helmet 安全帽 就机车骑士 安全帽 septing helmet 工地帽 就hard hat hard hat 硬的嘛 硬壳的嘛 工地帽 当然 这些字都有别的字 可以表示 我们这边只是举个例子 不是说这些是专用 这个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表输方式 还有很多 写法 帽子一般就hat 那软帽呢 像棒球帽 软帽 软软的啊 前面有个鸭舌 cap 就是cap 那棒球帽呢 棒球是软帽嘛 baseball camp baseball camp baseball camp 那钢柜就是hamed 跟这个头盔一样 hamed 那毛线帽呢 就很多这个欧美啊 就天气冷啊 头上戴一个 戴毛线那个帽子 beanie beanie 那贝雷帽就是好像特种部队啊 或者有些女孩子啊 就是好像外一边的啊 贝雷帽外一边 barray t不发音 barray 那牛仔帽子 cowboy hat 牛仔 牛仔的帽子 cowboy hat 大里帽 tap hat 就是上面很高啊 大里帽很高 现在 啊 现在没有人再带了啊 以前那个 19世纪的时候常带 啊 刀帽子还要很多啊 我们最近只是 举些例子啊 我们念一遍 helmet palace helmet septi helmet hard hat hat cap baseball cap hammet beanie barray t不发音 第二个音节 中文音在第二个音节 b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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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wboy hat 当然牛仔帽还有另外一个字 比较难一点啊 tap hat 他脖子上有个肿瘤 there was a nut in his neck there was a nut in his neck 这肿瘤啊 当然我们说tumor tumor一般是长在里面 你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外面看不到 你说医生说你长了一个肿瘤 看不到嘛 照X光啊 就是有医学的手段才能 才能侦测出来 或者去想办法去治疗 去把它切掉等等 去做抹片 但 这个英文 这个英文念note 一般美语 念not 又有点念note 好了 note note there was a nut in his neck 那你说这个肿瘤呢 为什么不用 on 在脖子上吗 因为肿瘤它长进去了啊 on 是在表面上啊 它已经长进去 你肿瘤你去拉 拉不下来的 你用刀去割痛死了 它已经长在肉里面了 所以用印找到里面 there's a nut in his neck 在战斗后呢 许多士兵变成战俘了 after the battle many soldiers became prisoners of war 就战俘就是prisoner 当然也可以加S prisoner of war 就是战争的囚犯战俘 那这个battle 你说这个battle跟war差在哪里啊 battle就是一场一场的战役 就像campaign campaign也是一样 一场一场的战役 war是整体 像是20世代大战 就World War II World War I 一世大战 二世大战 整体战争是war 然后里面 一世大战 二世大战 里面有几百场的战役 battle 或者campaign 所以battle就是零星的 一场一场的 整个battle加起来 就是一个war 所以就war比较大 就像ship跟boat 都是船 那怎么分呢 ship就比较大一点 相对 也没有规定说一个严格的界定 多大以上叫ship 多小以上叫boat 也没有 就是反正船里相对的嘛 大一点就ship 一般来讲至少 至少ship要十几个人以上吧 一直到几千个航空母舰那种 boat 就从一个人 可能到七八个 当然又有人说十几个 甚至更多又有人boat 所以这个也不科学 但是总归讲 反正大一点就ship 小一点就是boat 整体战争就是war 一场一场独立 叫battle 或者是campaign 他有点谎神 但是我不知道原因 he is in the heat but I don't know the reasons he is 本来是物蒙蒙的 本来不是讲人 物蒙蒙的 那后来就变成像物一样 看不清楚 模模糊糊的 谎神 in the heat 那为什么是reason加s 因为不知道原因 原因可能是哪个人不知道 所以加s 所以英文很注重 可数名词 该加s他都加 所以大部分情况加s 因为你搞不清楚 除了你确定 他就不可数 或者确定只有一个 你就不要加了 你搞不清楚就加s 加下去就对 就可数 然后显然好像不止一种 就加下去就对了 这习惯性加法 就像造句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用过去式 用的比较多 因为大部分行动 我们讲话的时候 它已经过去了 除非你要用 要用这个现在式 就是表示一直持续的 而不是单纯的过去 好 这样我们再把这个五个句子念一下 What is your family name? What is your family name? A pilot's helmet is very expensive A pilot's helmet is very expensive There was a note in his neck There was a note in his neck After the battle many soldiers became prisoners of war After the battle many soldiers became prisoners of war He is in the haze But I don't know the reasons He is in the haze But I don't know the reasons 那最后啊 拜托啊 就是你看我的频道 麻烦你 就是我有十五个频道 channels 全部都按订阅 表示肯定 支持鼓励 好 这一集讲到这里 好 这一集 好 这一集